指揮中心宣布 要放寬春节返台检疫措施 可以选择10加4的方案 前10天集中检疫 后4天才居家检疫 而今天也在公布了 新版的7加7方案 7天在防疫旅馆 7天在家居家检疫 居家检疫期满 必须要进行PCR的检测 还有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 则是不需要快筛 我们新增的一个选择 是等于是7天的 7天的在旅社或集中检疫所的 的检疫 然后加上7天在家里的居家检疫 那在期间的 就前7天自费在住在集检所 或防疫旅馆 那后天 后7天 返家在家里做检疫 然后再执行7天的制度健康管理 那7天在家里检疫的 要一人一户 这里写这个 这个字有时候大家会 同户内没有非居家检疫的对象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 我们有那个前面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同行的家人 是可以入住防疫旅馆的时候 在一起 所以在一人一户的时候 也包含 本来在集中检疫所 或者他在防疫旅馆的时候 同住一室的家人 那回去家里也可以这样子住在一起 那至于在一人一室的规定 最主要就是说同住的家人需要完整接种 两剂的疫苗前满14天 那同住的期间加强自主健康管理7天 那入境者检疫期满后 一起自主健康管理7天